你好,問一下王源,這裡,這裡,這裡 剛剛做遊戲好像不是很拿手耶 平時是不是遊戲黑洞呢? 我做遊戲很拿手的 剛剛表象好像沒有表達出來耶 剛才我踩起床有點困 要相信 反正節目裡是做遊戲 或者是一定是好看的,相信我 一定好看的 絕對是驚喜啊 王源的表現,真的 然後現在好像嘴皮蠻力的 然後是私下也受阻蘭歌的影效 現在嘴皮蠻力的現在 太理了 就是因為是上綜藝節目嘛 所以肯定不可能太沉默 而且我也是擔任一個隊長 隊長的角色 其實我感覺這三四七錄下來 三七錄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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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跟各位前輩 然後還有阻蘭歌 真的是學到很多東西了 是可以一七一七看出來在成長的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不用一七一七 第一七跟第二七 然後第二七之後 就一直維持到一個非常上好的水平 因為本來第一七它確實 可能第一七大家都有點緊張嘛 但是真的 王源第二七的變化是 我真的確實是意想不到 真的反 每一個他非常大膽的去說 每一句話前輩的 然後朋友的 同輩的 他都去接 然後每一個遊戲呢 他馬上想一點子 不管 我覺得他就 他就是敢去做 就是有時候 有時候做綜藝節目會怕錯嘛 他說不管啊 錯又好都又好 反正我想到 我就馬上說 這個是綜藝節目一個 膽子是很大的條件 然後 宋慶也是非常好 宋慶也是 就是 本來我知道他 這綜藝節目壓力蠻大的 但是 他前戲的功夫做得很足 他一直都追著節目組 欸有什麼要排的 有什麼要想的 他很早很早就去問 然後很早很早去排 所以 我覺得 媒體的朋友們 都多給 這些朋友們 年輕朋友們 多些鼓勵 對 好